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吧 再怎么说 好歹是中国人啊 好像说就是因为2000欧吧 她只是没露脸 可以 但是她露了脸 现在大家都认识她了 还是得归根到说APP到底在意大利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才能去追究说这个女孩 她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女孩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后果吧 咬由自取 既然决定怎么做 她就一定要去想到说后面是有风险了 以暴吃暴也还是不对的吧 她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是去威胁她打她怎么样也还是不对的呀 网络暴力这个事不会去参与这种事 希望广大网民寄点口德 没有必要吧 网上这样攻击她也没有意义 不要砸她们店 事情已经发生了 让她过去吧 就没事找事吧 找我们华人的麻烦 特别看不起中国人那种 对中国有偏见的 就造谣嘛 不是真的也会说是真的 世界上这个节目在排斥华人 嫉妒华人 挤压华人的生活空间 这个如果真的是恶意去抹黑中国人 去恶意去反华的话 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这个权利去提一些抗议 去找这个意大利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 通过法律或者是一些中国的途径去抗议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是放动他们这样恶意的去黑中国人的话 这不能做事不管的 她是抱有恶意的 有可能她出发的角度是因为现在华人在意大利太多了 有些人觉得说这里是意大利 为什么有很多的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 戴有有色眼镜去看待在这里生活的外国人 这就是不对的